6. 中國《經營報》 提供強大的大腦和神經系統 2015年7月20日之在公司C14柴營輝在飛機製造業裡 如果說發動機是飛機的心臟,那麼航電系統就是飛機的大腦 發動機關乎飛機燃油效率和成本的高低 航電系統則影響著飛機的性能和先進性指標 近來,我國國產大飛機C919航電試驗團隊結合在 ARJ21支線飛機航電系統集成驗證過程中的經驗 建立了國內唯一一套具有高可靠性、高智能化、高實時性的 民機航電系統集成驗證平台 比如為國產大飛機自主創新的有一個台階 那麼,國產大飛機的航電系統性能究竟如何? 未來航電解決方案的發展方向又在哪裏? 對此,《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了《國產大飛機C919航電供應商 》中昂制航電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縱安人 《中國經營報》 《昂制航電視作為中國國產大飛機C919的供應商為業內所屬之》 目前昂制為C919提供的工作包進展如何? 與競爭機營與波音737空客A320相比C919的航電系統有什麼特殊性? 《重安人》 昂制航電是全球性的一級民用航電產品供應商和系統集成商 作為接和中航工業兩大巨頭的評估合資公司 成立後的首個項目就是《中國雙飛的C919國產大飛機》 具體而言,我們負責C919項目的三個航電工作包 航電核心處理系統、綜合顯示系統、機載維護和飛行紀錄系統 昂制航電在開發硬件的同時也負責軟件開發和系統集成 並支持中國雙飛的飛行測試、驗證、取證和鐵料試驗 形象的比喻就是我們的產品為C919提供一個強大的大腦和神經系統 昂制航電在2014年成為雙飛的入冊供應商 從2014年11月交付地面建開始,我們完全按照中國雙飛 吸出的時間表進入了按折點交付的藉袖 2015年1月16日,昂制航電向中國雙飛交付了系統綜合驗證平台 這時中國雙飛開始系統集成測試的基礎 也是確保C919首非值點的關鍵里程碑,今年一季度完成交付C919首架機硬件 7月底將完成第二階段軟件版本交付並封爐G階段系統集成 目前我們即將完成全功能關鍵設計評審 近期的工作重點也是全力為C919首飛與飾航取正保駕護航 中國雙飛C919的航電系統應用的是基於最新的決定 綜合無快化航電系統開放平臺的航電解決方案 以波音737及空客A320飛機採用的是基於上一代的航電平臺 是傳統的、重量較大、非開放架構的C919的航電系統在技術和架構上 根據先進盛中國經營部、在文基航電領域、泰雷茲、霍尼維爾和羅克維爾科林斯等巨頭已經享有很高的品牌之名到和市場份額 與這些競爭對手相比,昂製航電的競爭優勢在哪裏 隨著民航業整體科技的發展 下一代航電解決方案的研發方向是什麽 在這個過程中,昂製航電面臨那些問題? 從安人、從產品優勢上考慮 綜合無快化航電系統是昂製航電的核心技術 它是一個開放架構的通用機載計算平台 具有可擴展、二配置、高可靠性的特點 可以提高飛機系統級的集成度、降低能耗、簡化維護、減少飛機運營成本 這一平台已經使用在波音787飛機上 未來的波音772和目前的中國雙飛 C919機營也已經選擇了該技術 此外,昂製航電專注於下一代航電解決方案的研發 下一代航電解決方案的特點是更安全、更經濟、更環保 這是民航業發展趨勢的要求 我們的下一代航電解決方案具備體積更少 駐留飛機功能更多、系統更強大的特點 而且,通過飛機自身功能的提升以及與地面數據中心的更多交互 使飛機的綜合性能得到顯著改善 從而滿足SASA、SINGLE EUROPEAN SKY A.G.M.Research單一 歐洲空中交通管理研究、計劃和Next-Gen下一代飛機的要求 此外,工業互聯網也正在改變數據應用的方式 通過工業互聯網及大數據技術的應用 下一代航電解決方案可以收集、測量和分析更多 從飛機傳感器獲得的訊息、用於地面上的數據處理 以提高飛機的運營能力、優化飛機的飛行路 建和飛行員的操作體驗等 thank you 感谢观看